今天请来中国通海证券资产管理副总裁 以及投资组合经理和农存Larry Larry 你好 Hello 你好 我们上周五港股收拾之后 原本环球的焦点就是 乱组局主席鲍威尔在Jackson Ho演讲 但最后的风头被中美贸易战恶化 就抢了 都说一下鲍威尔说什么 未来都面对贸易政策不明朗的因素 都会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维持经济扩张 现在看到就是中美贸易战恶化 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月减息的机会又上升了 但仍然未算是一个高的水平 就是减息半厘的机会 现在怎样分析目前的形势呢 尤其是看环球息口的走向应该怎样看呢 我想现在大方向看 息口应该都会继续下跌 因为其实我想除了美国以外 其实你看到很多全球很多地方 都有一个负利率的情况 就是那些人去买债券到最后是要亏钱的 大家就是为了避险这件事 虽然刚才好像这样说 可能联储局鲍威尔就没有说得很清楚 究竟他会不会减息 但我想市场上也预期 其实他都几大几率减息 比如刚才看到图 比如减0.25厘基本上都是100%的 还有刚刚特朗普也走出来说 他说他有两个最大的敌人 一个敌人就是鲍威尔 另一个敌人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所以既然已经做到最大的敌人 我想联储局都要做些事情 还有见到现在的经济情况 就是全球这样走下去 其实都真是不方会好的 中美贸易战也都见不到 完全缓和的迹象 还会继续加剧的话 我想联储局真的要做些事情 来顶着经济 那就惨了 见到息口走向越来越低的时候 要找一些稳定 而且相对高的收息产品就越来越难了 是的 这个绝对是 我想对于投资者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我想如果真的选一些收息类的产品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记得 要留意一些 他的派息是真的可以稳定到的 譬如有时你要看公司的业务 譬如以上市公司的股票为例 可能如果你选一些收息的产品 真的公司的业务要很稳健 如果不是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可能公司的盈利会少了的话 可能派息都因而会有些下调的 这一方面就真的要小心 避免真的想赚那息 但转过头又洩了那价 不过特别看香港人就很难截处 因为面对着内优外还 内外夹剧之下 你单看股市 8月都已经跌了2300点 市面现在就是经济的气氛是差的 但是看楼市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 领先指数 又跌不下的 看周末的楼本开售 刚刚过去亿京的荃湾影日湾 过去两个星期 你见分批推出都整个570个单位 加价都好了 都是即日卖了 连将军奥记又出康成Marini 上个周末都接受一些认购收票 都录得超额认购成20倍 亦都是有加价 现在经济气氛又差 市道亦都大家看到是在差下去的 股市又向下 但是楼市仍然相对硬朗 怎样分析这个现象 是否大家仍然都有个购买力 在这里 我想都要几方面去拆解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开麦之前都说的 楼市真的很硬朗 其实我想最终硬朗的原因 其中一点就是本身的需求租 还是很强的 例如我见身边的朋友 可能30出头的朋友 其实可能有一半都没买楼 每年都说可能有3万对新人要结婚 另外亦都有很多 可能内地一些 可能来香港读书 或者来做事的人 亦都有那个自业的需求 Demand side是很强的 另外息口方面 刚才也有说过 因为息口现在还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所以这个也是支撑着楼价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我想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大家都看到 两年之后 可能那个供应就会更加少 在一手就是新楼那方面 因为这两年会是 市场上供应最多的一个年份 可能一年是两万多个单位 但是如果你说走下去 去到2021年 可能分分钟一万个单位 或者甚至一万个单位都不够 我想很多市场的朋友 都会想着这个point 就可能在想 反正我之后更加可能买不到 因为都没有供应 不如现在都要买 还有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有时候楼市都会滞后一点 就是看去年的情况 都是股市先走了 可能三至六个月左右 楼市就会跟着了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六个月之后 或者三个月之后 会不会真的有一个明显一点的下调 不过如果看一些比较悲观的预测 譬如摩根士丹尼 都估计去到下年的第一季 楼价会比起六月跌一成的 以刚才Larry所说的 需求面仍然存在 而且供应 大家看到将会减少 加上息又低了 似乎是否楼价会比起六月跌一成 就是说明年的第一季 这个机会又高不高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 当然楼市真的很难判断 但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想着 会入市的朋友 真的要预期楼子 起码会跌一至两成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 这样的心理准备 或者你真的想着 反正我都是自住的 可能问题就不是很大 如果纯粹去投资的角度 我觉得现有这个时刻 或者是市店 就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的时机 我觉得始终是 正如刚才所说 是有一点滞后的因素 我觉得过了这一下 你可能多走三个月 你可能会再清晰一点 看看楼价 是否仍然如此硬朗呢 楼价硬朗 车位方面又是否硬朗呢 上次四月你上来的时候 就和我们分析过 就是南港都线一带的 车位的投资价值 现在有哪区的车位 那个投资价值也值得留意的 我觉得依然好像上次这样说 譬如上一次介绍 就是南区的车位 其实南区大家都知道 其实主要是一些自住 或者自用的一些区域为主 就是你说外面的一些投资者 相对上会少一点的 我觉得这些区域就相对上会稳妥一点 譬如我们之前可能另外有说过 譬如东涌 天水围 或者屯门各边的一些屋苑 其实那个投机性就会多一点的 就是多一点外围的买家 那这些价格就会容易一些 可能变得比较厉害 就是会容易一些 折高了 甚至有时跌起来也会严重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尽量就被开一些 可能炒作得比较厉害的一些区份 反而聚焦在一些 可能用家为主的市场就会好一点的 你刚刚都提到天水围 这个区都可能会浮动大一点 我们主要都是看嘉湖山庄的一些车位成交 去年8月的时候平均的车位成交 就大约160万 但我们看7月两单的成交 已经落到133万左右 就是现在那个环境 究竟对于车位尤其是这些地区 那个冲击有多大 其实对于这些区域 正如刚才所说的 其实真的冲击会大一点的 因为这些真的是一些投资者 或者一些投机一些的朋友去买卖 因为想着它出入比较容易 还有多些朋友会留意 所以你看到 其实可以参考去年那个波动 那个波幅位置 其实去年最差的时候 就跌回到大约100万左右 最高位去年是大约160万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预期来世界的经济 甚至楼市都会比较差一点的话 它分分钟可能落到90多万 100万的机会其实都不小的 如果真的要去投资的话 可能选一些站得硬一点 南区那些可能就投资价值 会相对地高一点 这一节谢谢Larry 食饭的环节来到这里